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立了一所狙击手培训学校 此时的校长正在向学员们讲话 接下来将组织一场女人和男人之间的狙击比赛 证明女人和男人一样能在战场上毫不留情的杀敌 指导员向校长说 不用担心你的女狙击手输掉比赛 古希腊有句话说 战争不是女人的事 校长却说等着看吧 比赛开始 男狙击手偏离靶心 而女狙击手一出手就是正中靶心 显然第一场校长赢了比赛 第二场比赛 两名女狙击手轻松赢得比赛 女学员们抱在一起欢喜 而在一旁的大卫安德烈却在想 真是到了战场上才是更加残酷的 晚上校长为这些女学员们举行了送别晚会 并祝贺他们赢得了比赛 舒拉拒绝了指导员的邀请 安德烈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教官 女学员认为她有时候很残酷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往日的严酷训练真正到了战场上 往往会救他们的命 大卫安德烈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已经不少 校长要她留下来 继续培训新的学员 但她却没有多说什么 依然上前线与德军作战 另一边 狙击手女学员舒拉的家里 几位苏凡人员正在翻找信件 因为舒拉的父亲被德军俘虏了 最终他们什么也没有搜查到 1943年西部战线 狙击手力达正在医院旁的水井取水 不难力达只好拿着手缝钦回到队伍中 大家还以为她被人欺负了 这时空袭警报拉响 所有人都躲藏了起来 直到有人将他们叫起 这个上校叫列威雅金 是来接受过来的援兵 姑娘们列号队伍 接受上校的训事 上校看他们在战时期间 将武器丢在一旁 问他们是不是来打仗的 上校看到这些不合格的狙击小队 也是无奈 于是命令他们在本周 不允许上战场 因为连最基本的条例都不知道 要是上了战场 只能是底人的活靶子 但姑娘们保证 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一定要派他们去前线 上校只能看他们的表现了 经过几天的训练 姑娘们被派往了前线 米娜走在前面 看到一只老鼠 吓得站起身来 工兵班长急忙将他拉倒 连长告诉狙击小队 因为德军那边也有狙击手 近几天 已经有三名士兵被击毙 连长让他们熟悉了这里情况之后 便让大卫安德烈 吩咐姑娘们守好各自的防线 找出对方狙击手的位置 然后将其歼灭 一名打饭的苏金士兵 去给大家送饭的时候 由于高出战壕 被德军狙击手一呛毙命 由于姑娘们都没有经验 对方的狙击手并没有搜寻到 这是一只狗在双方阵地中间 挨嚎着 有德军士兵冲出战壕 试图去救他的命 大卫命令舒拉 向救狗的德军士兵开火 在他的催促下 舒拉开了火 但并没有打中要害 一旁的力打扶了一枪 舒拉想出出战壕 却被拦了下来 他只想救那只小狗 回到营地之后 大卫安德烈教育了舒拉 第一次杀人都会害怕 但如果迟疑向敌人开枪 导致自己人被杀 这会被送上军事法庭的 于是决定将舒拉 送到医院里当护士 舒拉不愿意 保证不会再出现这样的错误 如果他不好好在前线打仗 他的家人就会有事 因为舒拉的父亲是俘虏 还说他是自愿投降的 所以只要一家人里 有一个人在前线打仗杀敌 家里人都会没有事 另一边的狙击培训学校里 指导员受到了莫斯科的信函 调查舒拉在学校的表现 校长给指导员的回复就是 舒拉是一个好战士 要是找敌人 请去前线找 这里都是自己人 这天狙击小队执行任务回来 上校列为亚金 命令回房休息 一个大士叫住了最后面的舒拉 让他去仓库值班 大士在为他介绍仓库里的物资时 他的手不安分的在舒拉身上摸了起来 幸亏身后的安德烈及时救了他 安德烈让他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并让舒拉脱下衣服 舒拉没想到大卫是这样的人 于是拿起枪对准大卫 安德烈停下来 这就对了 这才是狙击手该有的样子 并说在军队中这样的人渣特别多 有些身上兼章带兴的军官 更是禽兽不如 以后只能靠自己了 随后让舒拉走出了自己的房间 回到房间休息的舒拉 此时的心情无畏杂沉 久久不能平静 于是拿起白天在阵地上画的观察图 研究德军狙击手可能出现的位置 这时安德烈为舒拉带了一只狗 让他照看 随后舒拉告诉大卫 德军狙击手有可能就隐藏在废弃的坦克附近 为了验证舒拉的判断 第二天 大卫命令三名狙击手进入空旷地带 战壕里一名士兵举着头盔来回移动 当德军狙击手开枪的时候 达莎和舒拉向敌方射击点射击 但并没有击中敌人 而达莎在喝水的时候 又被德军狙击手击中水壶 大卫在机枪的掩护下 背着达莎回到了阵地 达莎看着被德军狙击手打伤的半边脸 伤痛欲绝 因为他的未婚夫从前夸他非常漂亮 现在这样的情况 不知道未婚夫还会不会要他 这次找出德军狙击手的任务算是失败了 女狙击手们都认为大卫 就是一个没有上过战场的士兵 只会让他们送死 但舒拉却不这样认为 之后他找到大卫 说出了自己的新的方案 可以让自己人埋设一个迫击爆弹 如果德军狙击手向他们开枪 就可引爆迫击爆弹 将德军狙击手与他隐藏的攻势一起炸飞 大卫很是欣慰 因为自己已经让工兵这样做了 而且还要当众表扬舒拉 舒拉说出队友们都在质疑大卫是否上过战场 安德烈也只好作罢 夜晚速军狙击小队进入战壕 而另一边的德军狙击手进驻掩体攻势 大卫安德烈和舒拉占据有利位置 和上次一样 一名士兵举着头盔移动 果然狙击手开枪打中了头盔 但这时的舒拉却迟迟不敢开枪 德国狙击手快要撤离的时候 大卫果断开枪引爆炸弹 送敌人上了天 正当狙击小队撤离的时候 一个记者叫住了大卫 并送给他一枚勋章 于是大家蹲在一起拍了一张合影照 随后大卫收缴了舒拉的步枪 让他去医院当护士 有言在先 这次安德烈没有原谅舒拉 另一边的德军王派狙击手温格勒 以乘车到达前线 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在奥林匹克设计队 获得银派的枪手里格尔 两人来到隐蔽所 重新部署了计划 让工兵在一些地方埋设信号弹拉线 只要信号弹发射 这说明狙击手在那边区域 另一边的大卫 得知有德军在老舒敦活动 要大家特别小心 这时有人给力达送来一封信 这封信是他的情人写的 当大卫看到他离开会议 在窗户旁看信时 大卫恼怒 夜晚双方狙击手出现在同一片区域 此时的力达却一直想着情人 视线离开了瞄准镜 大卫看到后以为力达睡着了 只能命令大家赶紧撤退 就在撤离的时候 力达还在强证情人 分身的他碰到了拉线 信号弹突然发射 得尽所有火力 向他们扫射 最后总算是有惊无险的 回到了战航 这些女狙击手们 没有一个让安德烈省心的 于是他将力达的书信 拿出来读给大家 力达想要阻止 大卫断然拒绝 侦察连中尉 科佩洛夫是力达的追求者 他认为安德烈不应该这样对待女人 科佩洛夫还因此打了大卫 这是团长走了过来 询问其中的缘由 安德烈之所以要当众毒性 就是让力达做出选择 要不跟情人离开前线去莫斯科 要不拿几枪 当一名真正的狙击手 科佩洛夫虽然追求力达不成功 但毕竟是为他动得手 力达说明这件事跟他没有关系 而这时的佩克洛夫也进来 以为自己要被送进承接营 但大卫并没有这样做 早将此事压了下来 老的埋伏点不能用了 大卫安德烈只能重新找一个新的地点 这是一名苏军少尉 寿命前来研究敌人的阵地 当他从潜望镜看不清楚 用望远镜探出头时 德军狙击手抠动了半击 此时的大卫紧张了起来 因为他想起了在很久前 遇到的德军狙击手 使他们的小队几乎全军覆没 顿时大卫变得不清醒起来 原来是他的脑脊发作了 接下来为了掩护工兵 虽然缺少教官安德烈 但他们依然要执行这次任务 苏军还是用老办法 拿着头盔吸引德军狙击手开枪 温哥勒进入目标后 迅速移动位置 寻找各自的埋伏点 而此时的女狙击手们 也向这里扑付过来 各自寻找有利地形 早就准备好的温哥勒 发现一名苏军女狙击手 他选择没有将他逼命 而是打动了他的肩膀 德军狙击手的同伴 却一直看向一个地方 被利达一枪击中 随后又是一枪 利达上前想救同伴 却被狡猾的温哥勒一枪抱头 舒拉看到昔日的好友 被一个个干掉 于是他违抗大卫的命令 拿起狙击枪 与德国狙击手展开对决 而另一边的大卫安德烈 也从医院回到了营地 就在舒拉将要被德军狙击手击毙的时候 大卫及时赶到救了他一命 安德烈甚至作为一名狙击手 活下来的机会很少 之所以一直找舒拉的查 就是为了保护他 伤愈的大卫决定带领全队 消灭掉德军狙击手 一架德军战机袭击了营地 大卫怒火中烧 命令所有队员将狙击枪瞄准德军飞机 而这架飞机是一架侦察机 如果拍摄到了苏军隐藏起来的装甲部队 那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总部命令狙击小队 搜索被他们打下的飞机 并拿到相机中的胶卷 而另一边的德军也下达了同样命令 双方狙击手再次狭路相逢 安德烈击毙一名通信兵之后 也被德军王牌狙击手锁定 双方士兵为了夺取飞机上的相机 全部死在了飞机周围 对于苏军而言 相机可以不必夺取 只要炸毁也是完成了任务 而另一边的德军 却只能玩命夺取 德国王牌狙击手 却在这时出现了错误 此时的舒拉正好锁定温格勒 然而这还没有完 德军军官拿起温格勒的狙击步枪 苏军的危险再次上演 受伤未死的大卫安德烈 拿起手雷拼死而命 舒拉一枪又一枪救了他的命 就在他瞄准对方狙击手时 自己枪里却没有了子弹 幸运的是安德烈扔出的手雷救了他 双方为了夺取胶卷 小小的战场适横遍野 最后也只有女狙击手舒拉全身而退 有时候一个狙击手枪发很重要 更重要的也有运气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